以我認識的黃國昌老師 他應該不會主動來 去作廢柯文哲 除非柯文哲跟他講說 那要這個黨就交給你了 我跟這一下應該是柯黃合作摘要 除非柯文哲明講 就不然他其實蠻堅守這些條文的 所以大家有人說這個主席 或怎麼黨主席 我認為黃國昌應該 呼聲是最高 但是他的興趣基本上是零 因為他必須謹守這些規矩 去年11月簽得到還沒一年 就馬上就毀約 我認為可能林富男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那我不確定秘書長是不是能帶 我印象中是不能的 就是只有中央委員才可以 那因為秘書長不是中央委員 所以有可能是林富男 為什麼不能讓就是碧如姐回來 他想要回來當然可以回來 但是他的他現在政務官不能參與黨務 就是如果他願意 就是他自己取捨 他如果真心要選中央委員 應該不太成問題 蔡碧如直接參選 黨主席當選的機會高不高 50以上50以下就好了 50以下 因為黨主席的規矩都不一樣 黨主席是黨員直接票選 那我們現在黨員已經膨脹到3萬多人了 以我認識的黃國昌老師 他應該不會主動來 去作廢柯王聯合行 除非柯文哲跟他講說 那要這個黨就交給你了 我跟這下應該是柯黃合作摘要 除非柯文哲名講 就不然他其實蠻堅守這些條文的 所以大家有人說這個主席或怎麼黨主席 我認為黃國昌應該呼聲是最高 但是他的興趣基本上是零 因為他必須謹守這些規矩 他覺得他要跟人家的約定就講好了 不可能 而且是去年11月簽的話還沒一年 就馬上就毀約 所以基本上他在 所以他不能選黨主席 其實是非常合理的 對是非常合理 然後所以我認為在這一屆的中央委員 目前來說 可能林富男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那我不確定 不確定秘書長是不是能帶 我印象中是不能的 就是只有中央委員才可以 那因為秘書長不是中央委員 所以有可能是林富男 那林富男原第一個他從 我記得創黨一開始他就在了 我那時候也是創黨前面幾批 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就有這個 林富男委員他一開始就是中央委員 就是從2019擔任中央委員 擔任到現在已經連續三屆 他都是中央委員 所以代表第一個 他至少每個禮拜跟課開會 連續三連續就幾年 五年多 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也認識所有的黨務的 這些邏輯 包括什麼組織部啊 文宣部啊 新聞部啊 這些主管 雖然來來繼續 但是基層的黨工他基本上也都有認識 包括財務部啊或什麼的 都是認識的 那第三個他也是柯文哲信任的 因為他是柯文哲找來的指定中央委員 他並不是票選的 他是主席可以指定的 他連續三屆都是這樣 所以他等於是主席的資深的 就是另外一隻手啦 對另外一個幫忙站下的 就是幫忙站在主席這邊 相當於是主席的意志代言人了 所以主席才會連三屆中央委員 對都都都都挑他嘛 OKOKOK 而且他也是這一屆 因為主席可以指定三個中央委員 但他只指指指定一個 那個就是富男 所以富男委員應該會在 如果他有意願 前提是他有意願 如果他有意願承擔的話 應該是 因為今天剛好下午在開 臨時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裡面的角色 因為他是黨團的總召 他通常都會報告 這個禮拜黨團的事物 報告完他就就是聽而已 他不太會主動發表意見 在這一屆中央委員會裡面 所以在推理代理黨主席這件事情上面 假設今天這個會正在開 有人說他要不要接 他一定會說 我跟主席講好了 那有沒有有另外一個可能是 就是因為現在黃珊珊還是很重要嘛 黃珊珊會停權啊 不對 中平會撤銷黃珊珊的懲罰 讓黃珊珊先回任 擔任代理黨主席 這點我覺得有可能但機率比較低 因為畢竟黃珊珊還是掛總幹事 雖然他不是財務的總幹事 但是他也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有可能下一個可能他被抓走 也是有這個風險 而且他再回來當黨主席的話 黨內的紛爭可能不會比現在少 來那個Taku說 懇請Z9跟歷史哥 勸進蔡壁股參議院中央委員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他規定是不行 他規定是不行 他現在政務官 哦 除非他辭 對對對 但是畢如姐其實是 這個創黨編號洞洞2號 錦翅柯主席他是民眾黨之母 傳真機的負責人 那為什麼不能讓 就是畢如姐回來 他想要回來當然可以回來 但是他的 他現在政務官不能參與黨務啊 就是如果他願意 就是他自己取捨嘛 我記得政務官在 就是在參與黨務這件事情上面是比較少見的 是你們黨有規定嗎 我記得民進黨好像也不太讓政務官參與黨務啊 還是會啊 總統不然總統怎麼接黨就行 那他是民選的 政務官是指定就是 哦你是說如果是選任的政務官 對比如說我今天挑了一個民進黨的人當部長 他就不會去參加民進黨的中央委會 哦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黨政分離原則 我印象中是不行 因為行政要中立 對我印象中是不行 就是你可以 民選官可以 對民選官可以 那你不能下班時間去 你可以下班時間去幫人家助選 但是你 你不能身兼那一個職位 我印象中是這樣子 所以 我是覺得如果畢如姐想要回來 他就是他自己取捨 因為年底剛好要改選 要改選 對因為兩年一次嘛 所以要改選黨代表跟改選中央委員 那他他現在不是中央委員 但是他如果想要再回來黨中央的話 他就可以再 就是透過正常的方式再回來啦 那我相信他的 第一個個人的地方的支持度也夠 那個人身上也夠 所以他如果真心要選中央委員 應該不太成問題啦 但問題是現實的狀況是有可能選得上嗎 目前黨內對反 現在目前黨內反差勢力很大 他的票 他因為不是只選一個啊 我們黨代表是選100個 然後再從100個黨代表裡面再選中央委員 那第一個他必須能掌握過半的黨代表 對啊 那如果他地方經營 這就是地方經營的這個成績單 就是這個期末考嘛 就是你地方經營 你這些人如果能夠足夠的 比如說他中部 比如說中央頭他很常跑 他中央頭如果真的是有20 30個黨代表 他自己的人確實是可以有一席中央委員的 這是黨政經營的模式 就是說民眾黨已經成立5年了 已經不算是一個小黨 沒有那麼新了 所以該有的地方組織該有的派系 大概都有差不多的雛形了啦 就有點像民進黨國民黨 那你自己判斷蔡壁如當中央 就是直接參選黨主席當選的機會高不高 50以上50以下就好了 50以下因為黨主席的規矩都不一樣 黨主席是黨員直接票選 那我們現在黨員已經膨脹到3萬多人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積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 cybersecurity 偷永